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下一位是吳俊鄉先生 吳俊鄉先生 多謝主席、局長、處長先生 處長雖然你今天不在這裡 我今天也要嗨一嗨你 嗨你伯母 我就是很普通麻煩你 為什麼我要坐在這裡 就是因為你的版權條例 修訂這麼荒謬地 正正威脅到我 對不對 我以後有些嚴肅一點的事要說 為什麼好好的一個網絡 要封鎖多個創作 為什麼好好的做一個網民 要被人鎖 傻的媽 我要被人鎖 我自己拿手扣鎖不好 我寧願被蕭三鎖 都不想被張錦輝拉 嗨嗨 說完這些事之後 又很嚴肅地說一句 多謝蕭先生 以下就是自己的一件解 我不明白 為什麼二次創作不屬於創作的一種 二次創作本身就是一個獨特的文化 靠過自己本身作品 它獨有的 帶給讀者的共鳴感 再加上一些新的idea 才會成為一個新的作品 主要都是表達一些諷刺的 如果你重新製作一件作品 又如何可以帶到這種共鳴感呢 根本就不可能 還有 為什麼要專攻握殺網絡的二次創作 有很多例子 反而你二次創作完之後 你的產品還出名了 給你一個例子 許智安的 佔佔佔佔 如果不是網絡 我搞一番 我想大家都不知道 什麼是絲黃結恥什麼 二次網絡文化 本來就不只是網絡文化導遊 很多電影電視劇 譬如搞什麼大製作 大哥 人家荷里活的大卡士製造 學你張近輝說的 二次創作不是創作 你只是說人家不是創作 你自己沒有這些想法 你填詞給我聽 我相信你做不到 還有 如果你保護你的知識產權 不是應該向一些 導用別人作品的團體 去做目標嗎 導用和二次創作 是兩件事來的 剛剛發生了一件事 醫生 Chan 就懷疑被人用 懷疑用時光機抄襲香港 某警班 那些才是抄襲 我們不搞 我們網民這些 只不過都是娛樂的 開玩笑的 那你又搞 我覺得 你是不是應該向 某警班 不是 醫生 Chan 收回 是醫生 Chan 收回 擺盤費嗎 多謝主席 多謝小先生 很忙 不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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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